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脱离世俗的那种博爱跟那种慈悲大慈大悲 就算你对孩子对丈夫很爱很爱 但是你的定力不够淡泼的话 而且如果你再有家庭的经济各方面的焦虑的话 慢慢你就会变成很世俗的女人 就会慢慢就不管你有多大的抱负成绩 因为你把你的完全的注意力放在了丈夫跟孩子身上 那么你就会在丈夫跟孩子这发展你的名利心 就是比如希望孩子成了辩护 希望孩子做得更好 去考试也考完一百分 希望丈夫更爱你 体谅你 这都是很自私的要求 这种爱里边都是自我 对孩子的爱跟对丈夫的爱里边全是自我 它不是说你去外边工作好还是在家里好 是你要绝照到自己 不管是我在外边工作或者在家里 你绝照到自己就完全被私心包围了 就是自私的那种 就是我我我就是丈夫要和爱我对我很好 孩子应该因为我的孩子他一定要是什么样的 是吧一定我要把他培养成什么样 你就忘记了孩子本身的特质 就是孩子本身是个苹果 我又说了你非得把他培养成个李吗 就是你忘了就是当我们父母在 孩子虽然借由你来 用父亲母学的一部分 有父亲有母学 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个性 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你出来不了解 我们是觉得他一生下来他就是不懂事的 就是有我们培养的不是的 是吧你要先了解孩子 当你真的把孩子当成一个人力 看待的时候 而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看待的时候 你就不会要求他变成龙或者火 成龙变火 他就是个人力 他可能是很普通的人力 很平凡的这一生 你主要让他创造奇迹出来 是吧 他是个人力 就是说你就是个物种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一个物种借用你降生了 他是你孩子 就是说当你慢慢的把这种思维要是改变 他就是物种是个人力 你的丈夫也是 你跟他只是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大家走在一起 因为各种姻缘 大家共同走完这一生 知道吧 结拜而行 叫伴侣吧 结拜而行 虽然他是你丈夫 你是他其实是有个婚姻 是有个法 是有一个谢拉连在一起了 是有一个姻缘聚在一起了 是有一张婚姻 就是结婚这张 但我们其实没有资格真的说说要求什么的 其实他也不会因为你的要求而改的 因为两个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人 知道吧 两个人性 包括你的孩子 就是一家人 四五个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质 就像家里可能有的像苹果 有的像橘子 有的像西红色 就是一家水果 就是所以这个 所以我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不能够去这样 当你的心 就算在家庭里 你能够突破这些看法的话 你坦坦道道淡淡定定的 真的是家里 就是如果你不赚钱 是丈夫出去赚钱了 你在家 那你做好家里 我去给孩子煮饭 打扫房间 很开心的做 有钱我就 爱有钱的生活 没钱我就爱没钱生活 是吧 我有钱我就奢侈 稍微奢侈一点 没问题 我没钱 我清淡一点 我出茶淡饭 但是家里永远洋 一直淡淡的快乐 知道吧 安心 就是这个家 所有的水果回来 安心的 像苹果也回家 安心 让你也回家 安心 西红色也回家 它不是在你这个家里 要成龙变虎的 让苹果变成 雷变成西红色 不是这样 不是你多优秀 它就能变成这样了 它有天生的特质 知道吧 让它回家安心 那才是家 知道吧 它走进家 它在外边受了多少委屈 一进家 太阳出来了 这个家好舒服 虽然家里可能烂得破的 就两张烂床 中午吃的也就 就豆腐白菜 芹菜萝卜 可能就一张烂桌子 但是好温馨 它不是温馨多幸福 是安心 知道吧 很安心 你就觉得这是个避风港 这在滚滚红尘的一个避风港 就算全世界把它抛弃了 那个家里边是它最后的 它会回来 它会坐在那个家里 就算明天你死了 爸爸也死了 家里都陆陆续续 全走了 全死了 留下 但是那个房子在 它回到那 它还是安心 因为那有共同生活的时候的状态 知道吧 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说 你就不会觉得你有免利心 有野心 知道吧 你不会觉得不要去学习 就是说不要 现在因为微信啊 网络啊 就是还这样做好 那样做好 网上一大堆 都可以看 过过瘾而已 不要相信 就是说要有自己的想法 就算在家庭里面 你都能和博打 活的 知道吧 就算你做个家庭妇女 都和博打 明天老公在外 去赚钱 他可能开始一个月 能赚一个亿 哇 你可以奢侈钱 你可以说是 我的桌子也要个檯木啊 我的椅子要一个什么啊 你可以稍微用一点 好的东西 或者 那明天下个月 老公投资失败了 连五分钱 都不回来了 因为一个月投资 就去 可能缺打水漂 都有可能啊 那一夜之间破产的 也不是很多 那就大家省着吃 那个米还够吃几天 你就这样算 马上不会报约的 知道吧 一个豁达的嘱咐在家 哇 失败了 他一进门说 投资失败了 马上就算 我们家的米还够半个月 我们家的菜还够几天 是吧 省着点啊 然后马上告诉他 我们当年从老妈都里来的时候 也是啥也没有的 重新开始啊 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欺骗你啊 失败啊 永远没有这种事 重新开始就是很淡薄 这就没有野心 就不管你在外面工作 就不管你在外面工作 你这种培养啊 即使你最后到了工作高位 说老哥不行 那你在家休息 你不是生意失败累了 你在家看孩子 我去工作 那你到了工作 你的蛋坡 你的安心 安心啊 走到哪里的安心 你可以不优秀 你可以不是那么最优秀的 你可以做得不那么完美 知道啊 因为有时候能力有限 但是大家很愿意跟你在一起 愿意觉得你还可以 觉得挺好这个人 真的是 因为大家竞争太激烈了 大家活得真的 我们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竞争 不就是想活得更好吗 人类 什么活得更好 不管他吃 吃好吃的 吃坏的 安心就好 幸福啊 快乐 不是那么容易的 知道吧 说那么快乐 你必须有一件快乐的事 他才快乐嘛 但是安心 这个不需要啊 他可以想开的 今天他失败了 生意也失败了 一大堆烂罐子破罐子 睡 生意失败了 但是他坐在这 能想得开 他说 这人就是这样嘛 世界是不如意 就是说 人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吗 大家都这样 我为什么生气呢 伤心也是一件 他安心的话 他才能想得开 他不安心 他想不开 他不安心就烦躁 这个安心的环境 其实女人能创造 男人是阳气的 女人是阴的 阴柔的 知道吧 女人很容易制造平静的大海 知道吧 男人很难 男人女人柔弱似水 不是天性里边的东西 因为女人有母爱的东西 男人是阳高的 阳气的 他是往上升的 他很容易抱 就很容易不安 知道吧 但是他一整形 海水里边 清醒 他就安住了 所以男人都需要家 知道吧 但是他永远找不到 因为所有的女人都在要求他 是吧 我是大海 但是你进入大海 你都要求条件 是吧 好多条件 哪有一个男人都达到了 是吧 他是寻找安心的 是吧 你要带着很多东西进大海里边 你哪有条件进大 是吧 你需要安心 你需要 你条件不够 这我做安心的 条件不够 是吧 据个例子 就很多 其实就是说女人要是 这个其实也不是完美 女人贴身就能做 做这件事 这个不需要多优秀 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就行了 后到的 淡定的生活态度 豁达的心怀 轻松的就搞定了 这些事 孩子 这一辈子不就一百年吗 怎么也能活 是吧 除了小时候 我们根本啥不知道 受点委屈也不怕 真的是 姥姥反正大家就是 策务着就是 就是能够活好就行了 能够身体 身体不那么难受就行了 在精神跟灵性层面 也追求就是说 懂得一些就行了 就中间 就折腾也就中间这一段时间 折腾 比较折 下东下西的 不安 姥姥不得不安 逼着你安 你不安动不了了 小时候反正眼睛 他不安是一会儿就忘了嘛 就中间这一块 到20岁开始情斗出开 现在14我就开始了 14到可能六七十岁 基本上是这样 反正有的人家可能折腾到100岁 年龄大人是吧 有的 但是人家那种 能折腾到那种都是奇人 你就不用担心人家 但我们普通人嘛 我们普通人 就折腾的这一段时间 怎么能活得更好 不就是 不管我们 我们是修行者嘛 大家都修行 那未来大家都希望解脱轮回啊 或者是还有一个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还有这两个愿望 最终极的愿望嘛 解脱轮回一个 还有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那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 最起码来做这两件事啊 给他做点准备 就算只剩 不能正的无上正的证卷 成不了佛果 但好歹也得有点心里有点底吧 不能恍恍惚惚的 还有大家说 哎老师在哪呢 这是凡座老师在哪 我召集召老师 吵着万一老师死了呢 你不恍惚吗 哎老师死在你前边呢 是吧 你说哎呀 这不心里没点啊 老师比我前走了一天 是吧 第二天你要走的时候 老师会不会找到啊 我这看不见了是吧 总会稍微自己心里 有点对这些东西 透一点 哪是啊 都知道的话 是吧 知道老师在哪呢 最起码了 知道老师在哪里呢 心里就安住嘛 永远会安息 知道吗 这些年 我老觉得非常控制的很难受啊 我觉得在经济上 控制的非常难受 那个不怕野心 野心就野心吧 你叫他野心 你不就是想赚点钱 或者想做点啥吗 那也不算什么野心 不想受什么 然后就独立嘛 经济独立嘛 你也不受控制 受控制 只是说你自己解决不到 你只是有求于他 是吧 有时候我觉得 对 那种感受的 嗯 嗯 那就上班 你自己赚钱的 其他的都随时能调整 没什么 不要给自己下定 我们随时会改变 只要愿意 不愿意改 也行 就怎么样 不要讨厌自己嘛 我就是说大家 我不愿意改 我不改 就也行 照照镜子 照照镜子 那就是我脸上有个黑字 黑点就露了点黑 我照照镜子 我不擦 我不擦 也行啊 只要你自己不嫌弃 有啥呢 是吧 要有这种勇气 我不擦的勇气 是吧 不擦 但是人家别人骂你的时候 说看你那个脸上有点黑 也不擦 你那死不改毁 怎么怎么 热了 热了 是吧 我就是个坏者 哈哈哈哈 就哎 你要坦然到这种程度也行 你这个是 脸上有黑不擦 还不要别人说 我的脸上黑 凭啥你说呢 不让你说 是吧 你有想四种吗 有想环境吗 有想进入 污染空气吗 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人心 有时候最大的污染是心垢嘛 我们佛学里边的内外境是一一 不是两个 人的心里边有垢的话 外边会有刹车爆的 知道吧 都是人另外一种嘛 嗯 内环境外环境嘛 所以你还不要再说 是吧 说就说 说了认了 嗯 就是 但是我没差 为啥没啥不知道 我今天就不想这 我就不想洗脸 是吧 嗯 我其实因为经常就是你刚得的那种态度 对你 但是我有时候我会 但因为这样我就会愤怒 是 你为啥不愤怒 你为啥不愤怒 我把那个脸擦干净 哈哈哈哈 当然你这一点愤怒是毫无理由的 是吧 就就就就你觉得它是你先生就应该 你这种要求也不对 是吧 他不查就不查 随便 我是觉得就是就像你昨天说的 他说很多事情已经很过界了 然后他还说 就是这样子 他不愿意改 是吧 他还不让你说 他不用 那你是 那你忍无可忍就离开呗 那怎么离开 分手吧 我让不分吗 实在没办法承受呗 忍受呗 那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 你就是很多很多角度 其实我觉得呢 很多大家会 哎呀离婚离不了怎么办 还有小孩子怎么办 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说 我很生气怎么办 什么经常会脑子里 是我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 是不是爱情就是这样的 各种定路啊 其实各种定路都毫无 就没有结论 就是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件事 处理不了 才各种想 但处理不了是你没能力处理 我告诉你 当下没能力 所以完善自己 如果你觉得你纠裁在里边 怎么样处理不了 是你真的是不清醒活的 没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一定是当下你的能力不够 知道了 你才把事情绞结成这样的事情 一定在里边你有所求 或者是得得实实考虑的太多 不是处理不了 是你又想得又想得 又怕失 又又失了 还又怕 你就如何寻找都可兼得 不是你处理不了 但也不是贪 那确实是我们想选择难嘛 就是那个 但是我觉得 随着你休息啊 因为我也是个女的走到街 随着你休息 你没有处理不了的事情 真不是这件事情 给你造成的事 你能力不够 你会很 那不是你去智慧 没关系 你的力量 知道吧 你那种破了一个力量 随着你的心力就达成了 而且每一次选择 也有可能他不是绝对的 就是一定是有力的 没弊端的 有的 每次学着也有 但是你不会在乎那种弊端 知道吧 你不会被那种弊端口吓住 知道吧 没有这回事 但普通 如果你心里没力量 你一定在前顾 后安 各种想各种想 就是 你得也想 结婚也想 离婚也想 分手也想 在一起也想 你怎么也不幸福 我告诉你 怎么也累 为什么心力不够 心的力量不够 不是你头脑学的东西多 而少 我们有时候很聪明 心力技巧的 学了真的是能背好几本书 学好 这也对 那也对 什么完美 什么那些 什么佛学 不是你不出 你可能博士学位 都拿了好几个 但就是处理不了 问题 心力不够 破裂不够 任世间学者 哪有不止得不失的 是吧 而且这样 而且你越学得多 越觉得 哎呀 这样学者 是不是太自私了 那样是无私的 等等各种想 小多了 就是小多 小多没力量 就这样 这也对我吃到 我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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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对我吃到 这也对我吃到 我吃到 这也对我吃到 你以为你点心 好 我吃到 因为我吃到 你吃到 我吃到 我吃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